各位大的比丘 各位居士同修 请看第三个祭颂 自然知属千 何不其事事 勤行求道德 可得极常生 受乐无有极 好 这段祭颂出在 无量寿经的下卷 当释迦牟尼佛介绍完 西方极乐世界 医报庄严 乃至于正报 就是诸往生者 净土的菩萨们 日常的修行生活 智慧福德善巧的 这样的一个 殊胜功德之后 就开始转而勸勉 余晦的大众 就是我们地球的众生 来修行净土法门 在这个祭颂前面 成上起后 还有一段 就是 何不利为善 念道之自然 着于无上下 动达无穷极 一个勤精进 努力自求之 地德超绝趣 往生安乐国 净土的医报 是那样的 清净 苏妙庄严 净土的菩萨 智慧福德 是那样的高深 所以转过来 余晦的地球的众生 为什么你不去修 念佛这一 第一善呢 去念这句名号的 十相之大道 就能自然地 往生到极乐国 一到极乐国 就得到了法身的功德 无有上下 无有穷极的 无量光寿法身的功德 所以大家都应该 精进勇猛 努力地去求 这样的一个解脱的目标 只要信愿成名 一定能够超绝而去 往生到极乐国 根据这个技术 下面就解说 只要到了极乐世界 自然地就横截 五恶道 大家注意 这个横截 就代表净土法门的 一个特点 它不是树出 如果靠自立修行 断一份祸 振一份针 它将蚂蚁爬高山 叫树的出去 就是虫子咬竹节 节节咬穿出去 那么净土法门是 仰靠弥陀的 愿力叫横超 代业往生 只要这个横超 就指节 节就是节住了 五恶道的生死之流 何为五恶道 一般我们讲 是三恶道 出生恶鬼地狱 那么站在极乐世界的 这个层面来观照 六道 都是恶道 有时候只剩五道 有时候只剩六道 五道就是把修罗 就归到天道去 如果打开 修罗一道就叫六道 这个五道也就等同于六道 六道都是恶道 你就升到天道去 他也是有很多的烦恼 没有断剑施祸 临终有五衰向现前 停时在这种五欲的生活当中 懈怠放逸 天府想尽 还有下善恶道 还是恶的 在人道里面 善恶业交杂 苦乐参半 八苦交间 更是恶道 净土法门就是解决轮回之苦 待耶往生 横抄 截住了五恶道的 悬 悬窝之流 那么只要到极乐国的那种法信徒 这个五恶道 自然而然的就关闭了 首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个道 虽然往生者有天人之分 但实际上是阴顺他方的名称 只称而已 他非天非人 因为他没有五衰向 没有人道的种种巨苦 只不过是他原来往生之前的身份 是人天的身份 或者没有断建设或全且叫他叫天人 但实际上这些天人就具足六种神通 佛的三十二相八十 随形好 就是阿提八字 就是菩萨 所以极乐世界五恶道自然的关闭了 虽然我们有五恶道的这种涅离种子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所展示的 都是大乘的菩萨的法律 这种子不会再起现行 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深道 就是得到涅槃之道 知深广是无有穷极 无穷极包括三个层面的理解 就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本身就获得了泥环之道 他的长老我尽 无衰无变 无有众果 但受极乐的状态 所以无穷极 首先从十方世界往生的人数来看 无有穷极 从他所正果的层面来看 得到大乘的佛果 无有穷极 从他自立立 他的善且方便来说 也是无有穷极 所以利根子在那里 顿根可以得到一种人 两种人 利根子能够得到 无量百千的无神乏人 都是无穷极 那么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得用 这个得用就是 实际上母尼佛一代使教 会以众生真实之利的大利 就体现在这里 那么一往而无人 这是佛具有非常深沉的悲悯 一往 净土法门容易往生 你只要具足信愿称民 十念乃至一念 乃至一念的信心自行回向 都能往生 他确实是一往的 万修万人去的法门 但是却无 很少有人往生 为什么无人 那么容易往生 却没有多少人往生 这就表明 净土法门的一个 关键 难信 就没有人 相信隆义往生 没有人相信 净土法门 是我们唯一的出敌之道 或者眷恋 娑婆世界的五一六成 那对于 一往而无人 我们看看 祖师大德 也常常有这相应的 一些权戏 明代 明代有一位 凡奇 楚诗 禅师 他晚年 诸西斋 写了 两千多首 净土诗 净土诗要里面 收了 叫西斋 净土诗 欧瑜大师 非常推崇 我们来 援用 楚诗 凡奇的 西斋 净土诗 最后一首 大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什么叫无人 亦往而无人 他是这样写的 说婆生者 急于吃 重苦 云禅 不解释 在世 更无 清静夜 临终 哪有 出离时 百千金中 寻常劝 万亿人中 一二之 尊重大仙 金色彼 早来 昔我 入花池 生到 说婆世界的众生 都是急于吃的 这时候 我们要自己定位了 如果我们真是 有圣神的福德 智慧的话 我们不会生在 说婆世界 五诸 而是 末法的时候 生在这个时代 都是涅障深重的 都是没有什么智慧的 由于她 愚痴就会造业 就会感到 种种的巨苦 残劳 潦倒 不堪 但是她都不理解 没有一念的 处理自心 没有一念的说 我这个苦 是从哪来的 反省自己 她不反省自己 她不反省自己 她就会怨天忧人 她还是放纵无名烦恼 造作恶业 所以在她一生当中 不会有任何的 清净的业现前 不会去修善业 更不会去修什么 修信愿 慈名的清净的业 因为急于吃 说明她不信英国 不信英国 她什么都敢干 而敢干的 都是黑业 不是白业 所以再世更无清净 那离命中 是哪有出离 娑婆轮回之时呢 她只能是 今生又把人生 给她丢死了 到三个道里面去了 那这种事情 佛是看得是 非常的清楚 在百迁的经典当中 处处劝勉我们 赶紧厌离娑婆 仰靠弥陀 愿力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 这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法门 你看《无量寿经》下卷 他讲到 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 那种我五痛五烧的 极重的烦恼 那种在这种巨苦的时代 这个追逐 财师民事税 所导致的身口 一三一的烦恼 以及自然感到 山途的苦暴 那你看看 都是惊心动魄 那就是我们众生 真实的写照 所以就确明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活宅 到极乐世界的清凉池去 但是虽然这样的 千金万人处处劝勉 但是一万人 一亿人当中 真正了知 相信这样的人有多少呢 万亿人中一二之 他信不及 他不了知这个问题 他在活宅当中 他还以为很滋润 他在巨苦当中 还以苦为乐 他没有一念的艳丽之心 这就是一往而无人的原因 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愚痴 愚痴表现形态 就是怀疑 所以最后 除此 凡其大师 劝勉我们 要尊重大仙金色笔 大仙就是阿弥陀佛 要尊重阿弥陀佛 世界以来 那种生得长长的 在生死生冤 生得那么长的 金色的手笔 来接引我们的手笔 我们只要信愿称明 把自己的手能够交出来 阿弥陀佛就会吸我 如极乐世界 七宝石八宫德水里面 诞生我们的法身会名 所以 讲其过不逆为 极乐世界 不逆不为 不逆 十方众生 信愿 慈明 愿往生的心 不会违背阿弥陀佛 普色一切众生 安稳往生的本愿 你只要 信愿称明 都能往生 因为极乐世界的 整个国土的特点 都是四十八大院的愿力 所显现出来的 他像巨大的磁场 紧紧地设受一些 信愿村民的众生 所以其过不逆为 就是对农意往生 做一个权幸 但是往往是自然之所牵 但是凡夫众生 无量节以来的烦恼 念力很重 他举行重念 都是恶 都是罪 都是污染 所以这个聂力 他像 也就自然而然的 就牵引他到 六道里面轮回 地藏经里面讲 有鬼王在问 像地藏菩萨 这么威神力量 百千亿化身 无量节的 这样的救度 偷偷就拔 为什么地狱 还有那么多众生 甚至有些众生 刚从地狱里面出来 转过头又回去了 就好像这个鱼 被那个王属捕捞上来了 结果上到岸 转过来 他又下水 又被这个王给捕住了 这就是自然的 聂力的窜息 凡复众生 他遇到善缘 暂时显现 遇到恶缘 他是念念增长 学好不容易 学坏非常容易 所以这个涅滴的惯息 就自然牵引到 他到恶道里面去 所以这种事情 过来之后 那么释连牟尼佛就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 何不歧视事 为什么不放弃世间的事 世间的事情都是苦难的 都是无常的 都是幻化的 我们众生都把它当真 在这里造作种种的恶业 看不破 放不下 所以把这个世间的事情 放弃 这就是燕业心的表现 官经讲 就原发三心 第一个心就是自成心 自成心表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的深口一山夜 都是真实心的 去燕尼 要厌舍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 我们的真实心当中 深夜要礼拜西方三圣阿弥陀佛 我们的深夜 一定是朝向清静的 往生的这方面去做 那么深夜当中也要体现厌礼 怎么体现厌礼呢 你看我们有时候听一些居士说 我们有时候劝他念一万圣佛号 他会觉得我工作很忙 我没有时间 那你一天24个小时 你连两个小时都抽不出来 你怎么能表示你的深夜 在厌礼缩破星球极乐呢 你把一天大部分时间 都在世间的事业当中消耗掉了 你有这个自成的厌礼性吗 往往我们呢 在生病的时候 苦难的时候 潦倒的时候 还有点厌礼性 等到病好了 事业又发达了 又有得吃 有得穿 有有钱赚的时候 他又深夜又没有厌礼了 他又忙于世间的事业了 所以这个放弃世间的事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也正因为我们不放弃世间的事 就把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泛泛悠悠悠的去对待 就做不到自信信要 不是你自成心在做这个事情 而是你佛范的心 甚至是虚假的心 来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不能感通 迷途的愿力 那你就往生不了 所以这个放弃世间的事情 实际上有时候是用苦难来凝住的 最近我听慈善功德会的 一些祝念团谈到 他们在做一个居家关怀 碰到一位九江的一位六十多岁的一位老人 非常潦倒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也是武毒俱全 吃喝嫖赌都来 所以家庭就破裂 他的老婆就离开他了 他的小孩也离开他了 他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之后到晚年 由于恶业数字就瘫痪 瘫痪之后就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 常常就没得吃了 有病没得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慈善功德会的义工去了 帮助他 那这个去的是一看他家里乱极了 肮脏极了 那个饭菜放在可能几天 吃了剩剩菜 几天就没人管放在那里 都长了蛆 那个坛子都长满蛆 那厕所里面都长满蛆 就在这种情况下 那真是我们的义工 还真的有慈悲心 就不嫌脏不嫌泪 就打扫卫生 帮他理发剪指甲 给他送饭 也劝勉他老婆来看看他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劝他念佛 这个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于瘫痪了 全家人都不看他了 他可能也有深切的厌礼之心 听到念佛法门 也自诚地念 临终的时候 在大家注念当中 很安详地往生了 听注念的人说 还有些类像 所以我们要关照这个世间 巨苦 无常 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我们本质上都是苦的 所以一定要放弃世间的事业 勤勤求道德 精进勇勇地单体一念 这个道德 最高的道德 就是念 拿摩阿弥陀佛 这样蒙佛的愿力 就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无量寿 可得极长生 长生 是一些宗教追求的目标 那净土法门 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叫极长生 不是一般的道家和其他外道宗教的长生 长寿 而是极 极就是超约那种数量的 无量无边的寿命 超约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的 那样的绝代的无量寿 就能获得 那么无量寿 寄进涅槃当中 所显现的乐 涅槃的长乐我尽 也是无有限级的 就有限情 西方极乐世界受乐无有级 也就是无有重苦 但受足乐 面对我们八苦交尖的 说破世界的一切 西方极乐世界都离开了 没有生苦 它是莲花化身 没有劳苦 它是寿命无量寿 没有病苦 它是金刚拉罗延伸 没有死苦 它是永远的年轻 没有愿真 没有愿真会苦 它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没有求不得苦 所有支撑用具 一念献钱 没有五音支撑苦 它都是离开我和我属的 这样的一个心地 所以我们要把娑婆世界的苦 跟极乐世界的乐 常常做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之下 我们燕尼娑婆的心 就会发起来 我们心求极乐的那种心 就会生长起来 这个燕尼娑婆 心求极乐 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 必要前提 如果这就是愿 有这个愿 绝对可以往生 但这个愿实际上 是要圣身的善根 和般若智慧来成就的 就这个燕尼娑婆 我们有时候都不及格 虽然天天口里 讲着要燕尼 但实际上 身口一三叶 还是念念在眷恋 在纠缠 这个娑婆世界的人 我是非 功名利禄 家庭眷属 都谈不上燕尼 所以这就是 一往而无人的 一个现实 所以你看这个 《无量寿经》后半卷 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那种深重的悲悯 处处显示出来 当把剧烈的痛苦 烦恼暂示之后 佛就会劝勉 比如何不其重事 歌欲强见识 努力勤修善 精进愿度事 可得极长生 如何不求道 安属须待 欲和乐福 说完这些苦难之后 为什么你不放弃 世间的种种事业 你用你身体强健的时候 努力地来修这个念佛法门 来杜脱这个 苏婆世界的苦难 到了极乐世界 得无量寿 你为什么不去求道呢 求这个慈悯念佛之大道呢 你还在等什么呢 你在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或者在另外一地方 随意识情苦绪于之间 后生无量受过快乐无忌 你就是用你的一生堵住下去 虽能精进勤苦 但是在无量级轮回的过程当中 它只是虚与间 你用这虚与间的时间 获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结果 它是 这就是种少因 得巨大的果报 你就用你的一生来做 都不吃亏 但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 信众刚多门的 对净土法门呢 他就会觉得 我又想修 又不敢去修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他说这个 我去修行 肯定要放弃一些东西 或者世间的事业 或者享乐 比如吃素 我也得放弃吃肉 我放弃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是有 有极乐世界 我放弃最后得到了 还值得 如果是真的没有呢 那真的没有 我又放弃了 又得 两边都得不到 那我的亏就吃得大了 他就有吃亏的感觉 有这种心理的人 还不少 那对这个 我们先会 给他说 世间的事业 你也可以兼顾 你至少先修实念法 那慢慢地等 他的善根成熟 他要慢慢地 把这个世间的事业 要放下 至少在心理上 要放下 心理上彻底放下 不加留恋 在那种 世间的社会角色方面 你就在奴梦奴幻的世间 行奴梦奴幻的角色意识 积奴梦奴幻的功德 回向 最后成就 奴梦奴幻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敬意 你首先在心理上 要有这么一种心 这种 看破放下 不以万法为理 能够单提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 孤名利利 那么我们 就能够当生 快乐 安心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快乐 无有极 所以这个法门 是一个快乐的法门 在这个苦难的世间 唯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才湛发着这样的快乐的色彩 我们不要空过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比丘 作为居士同修 请看第三个祭奏 横截五恶道 恶道自然弊 深道无穷极 亦网而无人 其国不逆违 自然知属迁 何不其事事 勤行求道德 可得极长生 受乐 无有极 好 这段祭奏出在 无量寿经的下卷 当 释迦牟尼佛 介绍完 西方极乐世界 一宝庄严 乃至于正宝 就是诸往生者 净土的菩萨们 日常的修行生活 智慧福德 善巧的 这样的一个殊胜功德之后 就开始转而劝勉 余晦的大众 就是我们地球的众生 来修行 净土法门 那在这个祭奏前面 成上起后 还有一段 就是 何不利为善 念道之自然 着于无上下 动达无穷极 一格勤精进 努力自求之 地德超绝趣 往生安乐国 净土的依报 是那样的清净 苏妙庄严 净土的菩萨 智慧福德 是那样的高深 所以转过来 余晦的地球的众生 为什么你不去修 念佛这一第一善呢 去念这句名号的 十相之大道 就能自然地 往生到极乐国 一到极乐国 就得到了 法身的功德 无有上下 无有穷极的 无量光寿 法身的功德 所以 大家都惜 应该 精进勇猛 努力地 去求 这样的一个 解脱的目标 只要信愿 称民 一定能够 超绝而去 往生到极乐国 好 根据这个 记事文下面就解说 只要到了 极乐世界 自然地就横截五恶道 大家注意 这个横截 就代表净土法门的 一个特点 它不是说